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汇编里面将这一篇文分为124个小段 如些段落了 只有一句两句 最后一段比较长 有好几句 以后我们再印这个本子 或访就以汇编的段落把它分出来 这个样子 读诵 讲解都非常方便 今天我们看第十一段 又有三十神 在人身中 每到更生日 这上亿天草 延人最过 现代的年轻人 不但是年轻人 中年人也都包括在其中 听到这些话 总以为是迷信 用迷信两个字 就把这些事实否定掉了 而他的古报 不堪设想 在明年人的眼里 是非常值得惋惜的业障思想 古圣现象 累积千万年的精英 新现代的科学技术 它的历史很短 还不足三百年了 而科学技术 现在还在不断的发展 空间的维持 它们是证实了 但是不能突破 假使科学技术 再向前迈进 有一天 有能力突破空间为次 那么 这些鬼神的状况 六道的状况 就可以能见到 现在在西方 我在美国加拿大住的时间长 那边的盛行催眠书 用催眠的方式 就要受催眠的这个人 射出他的前身 他的过去身 这些资料相当丰富 出版屋也越来越多了 他们证明 确确实实有六道轮回的存在 有六道轮回的自食 可是这些事情 对于 贵神 对人间的检查 催眠书是达不到的 也没有办法明了这些四十真相 从诸佛菩萨 古身先行 教会当中 我们知道 人生在世 齐心动念 点点滴滴 都有鬼神在那里看 三十神 我们佛法里面 将有同僧同民 这两个神 常住在人的肩膀上 我们左右两个肩膀 这两个神 常住肩膀 不会离开的 三十神是住在我们内脏里面 这个很不可思议 可是你们曾经看过 从美国带回来的古老的语言 那个古老的语言里面有一个人 他有一个特殊的能力 帮人看病 那个病人不在面前也没关系 距离他几十里几百里都没有关系 只要告诉他姓名 他住的地址 他就能够去看病 他到哪里看呢 他到他五脏六腑里面去看 他能够跑到人内脏里面 看到你的心肝脾肺 哪个地方不正常 他说出来 旁边有人给他记录 那个录像带你们都看过 三十神就是属于这一类的 我们从住节里面看 这三十神好像是姐妹三个 在人身中 在人身中啊 上师神啊 去在人头上 在人身中啊 在人身中啊 那能够叫人呢 眼昏 头发脱落 这个中师神呢 住在人肠胃里面 他叫你好吃 叫你健忘 叫你做坏事 下师神呢 住在人脚上 叫里面呢 也是叫你好色 好贪 好啥 三十神 希望你早一天死 死了之后啊 他们就变成鬼了 这三个神就变成鬼了 鬼在受这个 人家祭祀 血识啊 所以说 一个人 齐心动念 阴雨造作啊 什么人对你最清楚呢 三十神 三十神 非常非常清楚 在人身中啊 每一道更生日 一个价值 有一个更生 中国古代 既这个年月日 都是用价值 你们现在算命排八字就晓得了 年用价值排 六十年一价值 月也用价值排 两个月一个价值 所以 六十天呢 当中有一个更生 这一天 三十神呢 就去告状去了 上一天草啊 这个天草 多半是指四王天 该套离天 到四王天 逃离天的那些报告 诸位要晓得 这一桩事情 不管你信不信的 不是说 信则有 不信则无 如果不信则无 这神仙人 给我们讲这些话 不就是找我们麻烦啊 那怎么能对得起人呢 不信也有啊 中国人有 外国人也有啊 没有一个能够信免的 造作一些罪业 还没有得到握报 是什么原因呢 过去生中 你造的福 太大了 这一生当中造作的罪业 当然是这福 这福之后 你还有余福 还有多余的 你还在想福啊 是这么个道理 如果你这一生 明白这个道理 断物修善 你的佛报更殊胜 生生世世都想不进 这都是实在话 所以人 为什么要造罪业 古人也有一个说法 说这个三世神 就是一个人的三魂 魂魄魄 我们常讲三魂七魄 是中国人古老的一个家法 道家 有道家的说法 因魂 有金 因金 有魄 因魄有神 因神有义 他是这个想法 将这个魂魄的来源 所以 他们说 圣人 对于一切禁忌 他不用妄想 妄想心 不用妄想心 而用真心 什么叫真心 没有妄念的那个心 就叫真心 用这个心 对外面进阶 这是纯善 谁会用这种心 说实在话 只有佛菩萨 真正 居住的人 清净心 里面讲 清净金 人 人神 好亲 而我们 妄想心 把这个清净 扰乱 烦恼 扰乱 心 本来是清净 欲望 把这个清净心 动摇 所以你的心 不清 不净 不清 不净的心 是反复 由此可止 我们要想恢复清净心 清净心 就是自信 清净心 就是真心 恢复到清净心 能够以清净心 除世代人 接物 这个人 就是佛菩萨 我们从经典里面 要体会这一层的意思 学佛 最高的目的 就是 转返成圣 在佛家常讲 佛的教学教人 三个转变 第一个 转悟为善 第二个 转迷为悟 第三个 转返为善 你要晓得 从哪里转起 我们的心 本来是真诚 是清净的 是平等的 是觉悟的 是慈悲的 现在 这个五条 全都没有了 现在变成虚伪 变成染无 变成娇慢 变成愚痴 变成自私自利 我们想想 是不是这样 自己如是 再看看周边别人 也如是吧 所以这个世间会有劫难 会有天灾人祸 我们今天身在大灾难的边缘 说不定 很快就遭遇到 怎么样来挽救 怎么样能够避免 蓄机避凶 这个观念 古今中外 一切众神 人人皆有 人人皆知 但是 怎么 去疾避凶 不知道 这个地方有灾难不好 我们找个另外地方去移民 行不行 不见得 应于所谓 再戒也难逃 你在这个戒宿之中 你逃到哪个地方都没用 你还是要受这个劫难 这是一定的道理 这是真理 那怎样才能够避免过呢 一定从新地里面做个转变 这是正确的 这个地区 这个地区 避难 你还能够避免 这是佛家讲的 供业当中 有别业 别业是不供业 所以我们如何恢复我们的清净心 平等心 我说这个五句 只要一句恢复了 其他的四句通通都恢复了 一条就具足其他的四条 任何一条都圆满具足其他的四条 华严经上讲 一节识都多节识意 我们从这个地方做个转变 一定要断 要放下 从根本上下手 把爱欲放下 把恃欲放下 恃欲是嗜好 心里面所喜欢的 欲离 明文理 欲离 财色明识睡 无欲 这个样子 才能消灾 灭难 如果你的爱欲 事欲不能放下 这个世间 无论你躲避到什么地方 你都逃不过劫难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佛经常说 以智慧剑 破烦恼贼 以智慧道 烈烦恼忘 以智慧火 烧烦恼心 这是佛在大小城经论 这就常说 尤其是十多大城经论 佛说的很多 在华严经里面 佛教我们如何转变 说到转变 到底方法之多 确实无过于花圆 经文分量大 所以说的很详细 不断的重复 让我们有机会 长时间的熏修 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今天 说佛这么久了 为什么得不到效果 实在说 熏悉的时间不够 我们的烦恼吸气太重 我们的意念太悟了 纵然我们的口善 行善 意不善 意不善 心善口善都不踏实 所以功夫不得力 艰难不能避免 道理在此地 必须做一个真实转变 真实转变里面 关键的所在 深入精脏 深入精脏 又谈好容易 今天大家 不读古书了 不但不读古书 不愿意读书啊 看到书就厌倦了 这怎么行 现在科技发达 我们可以尽量利用 现前的工具 诺相代 诺音代 读书想一想 过去的故人 几千年前 几万年前 为什么把他们重要的 这些文献 刻在石头上 我们现在明了啊 过去科技 也有这样发达 可能比我们现在 发达的更高啊 一个大毁灭 全就完了 唯有石头存在 我们现在 科技这些东西 你们常常想到 微息地 息地 可以保存200年 真的能保存200年吗 哪一天 我们这个世间 电力完全没有了 这些东西全都不存在了 所以它不如书本 书本可以保存 书本保存也有限度 将来这个书 纸张会变成灰 几百年之后 纸张变成灰 书也没有了 所以 你看看中国那些老祖宗 把佛经刻在石头上 可以永久穿下去 我们到北京房山去看看石金 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 东西才能真正永久保存 科技会毁灭 我们能够体验到 什么叫真实智慧 现在有这些工具 要尽快地去利用 不要想着 没有关系 我都可以保存200年 今天不听 明天听 明天没有时间听 后天还有时间 慢慢来 到后天 明没有了 你还听个什么 只要懂得这些道理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感谢观看